《勾結》 跟大家說的是勾結的勾字 勾字現在是這樣寫的 大家都應該熟悉 但你查這個字 如果在說文解字裡面是沒有的 即是古字 這個勾字不是這樣寫的 是這樣寫的 即是等於現在的句號那個句字 這個本來就是勾字 小算是這樣的寫法 你看它是什麼意思呢 說法就是這個是口釘 這個不是口 然後這些繩子就繞在一起 所以這個勾本來就是 彎曲的意思 它的字形表達出來 後來就慢慢演變 這個字變成一個句子 用來用了第二個解法 就是一組文字比較有完整的意思 就是它的句子 為什麼呢 我猜是這樣 因為這個呢 我找不到一個準確的一個解釋 只是說最初這個就是勾字 後來就將勾字寫成這樣 這個就似乎是 像樣子 像個勾 然後這個就變成一個句子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這個勾呢 我們才說勾畫的勾 或者將一篇文章 或者將一幅圖畫裡面的某一些部分 勾出來 即是加一個著重號 勾出來 我們年輕人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呢 作文寫文章 還用毛筆寫在玉扣子上面 我們那些作文寶 用玉扣子做的 那老師呢 改文的時候呢 就用一支毛筆 就點一些豬沙筆 點紅色 就在上面就勾 真的打勾的喔 就是每一句呢 一句完就打個圈 一句完就打個圈 你那句如果寫得好的 特別精彩的話 它給個媽圈 更精彩呢 打三個圈 哇很開心 你圈越多 就越開心 就是證明你寫得越好 是這樣的喔 那麼後來呢 當然呢 這個圈呢 就只是可能 動作大一點 那就變成 這樣啦 那你一踢呢 如果一踢呢 都有人叫勾的喔 啊 就是打勾 其實就是一踢 這樣的意思 這個就是勾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每一句完結了 就勾一勾 所以這個勾字 發展到 變成是句的 那樣解呢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道理 但是為什麼那個 讀音 裡面由勾 就變成句呢 這樣 就無法考證了 好了 那說回這句勾字 通常叫明詞解呢 就是一個勾 就是一個彎曲的一個器具 一個器具 那麼 在旁邊加個金字 其實是多餘的 就是都是個名詞來的 那麼就算加個金字呢 勾字呢 這個才是正字的 應該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等於好像 貓狗的狗字 或者狗扯的狗字 狗幾的狗字 都是著這個的 就是勾字 不過呢 因為這個字 現在就用來表示勾 就是勾結的勾 所以呢 就作為名詞呢 加個金字邊 就加了這個道理 那麼現在呢 這個勾字呢 就似乎 用在一些 詞語裡面 都不是好東西的 例如勾結呢 通常就是指 一起合作做些壞事 才叫做勾結的 所以才叫做官商勾結 那些什麼勾結 外國勢力 那些勾結 如果跟別人合作做些好東西 不會用勾結的 兩間公司合作 不會自稱勾結的 那麼勾引 那又不是好東西 是吧 還有呢 就是這個勾勾搭搭 勾搭 又不是好東西 就是用了它 都是負面的 還有 說人家做壞事呢 就說 喂 他們不知道搞些什麼 勾當 也都用這個字 那麼這個勾字 你現在變成是 壞事了 你 如果合作得來 是做些正當的事情 做些光明正大 就不會用這個字 所以 有些人說 喂 難道我去找些外國人 聊聊天 又叫做勾結 當然不是 你正正當當 去找些外國朋友 聊些光明正大的事 當然不應該叫做勾結 勾結 都不是好東西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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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到 感谢观看